過去三年 我們警大為了防疫 畢業典禮的形勢都做了調整 現在 臺灣疫情等級已經降階 很高興今天來參加我們警大的畢業典禮 能夠當面祝福各位同學畢業快樂 大家都是未來警戒的勝利軍 我相信經過疫情的挑戰 各位同學更能感受到警察對社會的重要性 不論是掃黑、打炸、砌毒等治安工作 或者防疫工作都因為有警察的努力 我們才能維持社會的安全 帶給國人一個安心居住的環境 也因此 政府將持續提升各項軟硬體的資源 來支持我們警察同仁 我也期盼跟大家一起 為守護人民和國家貢獻心力 我們非常感謝警察同仁的辛勞 除了醫療照顧外 政府會持續推動警銷社會住宅等政策 來給我們警察同仁更多的照顧 包括從7月1號開始 我們將調高警察勤務加急 而上個月1號開始 我們也調高了警大跟警專學生的伙食費 今天除了來送給大家畢業祝福 我也對我們各位同學有三個期許 第一 我希望大家能夠秉持初衷 對民眾的父親感同身受 未來 大家將會遇到很多在生活上遭受困難 尋求幫助的民眾 希望大家在維護社會正義之外 也能抱持著同理心 帶給需要協助的民眾 最大的溫暖和支持 第二個期許 我希望今天的畢業典禮 對各位同學來說 不是學習的終點 而是下一階段學習的開始 大家都知道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 犯罪手法也不斷地在改變 我期盼大家在工作上 持續的學習 與時俱進 共同找出更有成效的方法 來打擊新興科技犯罪 一起打造更安全的社會 第三個期許 我希望大家能夠促進警察體制的進步和發展 各位同學 未來都是有機會在警界擔任重要幹部 期待各位在各個工作崗位上 看到體制內可以更進步的地方 都能夠盡自己的力量 為警界帶來更多的改變 讓我們對社會的服務 能夠更加符合我們民眾的需求 我要告訴大家 當各位成為玻利斯大人 就是面對人民的第一線 更是人民的靠山 我對大家充滿信心 借今天這個機會 我要謝謝警大的師長 和各位家長 對培育警戒人才的付出和支持 最後 我要再一次恭喜各位畢業生 祝福大家 恆成萬里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